請你跟我這樣過 这听起来哪里不好呢 俗话说七座八爬九发芽 是孩子发育的标准时刻表 但是你的宝宝竟然远远超前进度吗 注意哦 孩子发育过早 爸妈千万别高兴得太早啊 宝宝提早站立 会影响大脑和智力的发展 太早学会走路 会造成难看的欧心腿 甚至太早长牙 还有可能危机宝宝的生命 我们究竟该如何帮助孩子健康成长 头豪壮壮呢 节目今天邀请到 小额科医师黄冲林 职能治疗师徐玉婷 医药技师洪素新 以及三位艺人妈妈团范瑞君 丁妮 杨宇妮 要来一起讨论哦 有一个调查发现 3到13岁的儿童 大约有10%到30的小朋友 可能有不同程度的注意力不集中 或是可能比较胆小内向 手脚可能比较笨拙 爱哭啊 这些情况发生 那么为什么会有这些情况发生呢 原因可能多多少少和他们的大脑 发育过程当中 因为你爬行 爬得不够多 爬的时间太短 可能就因此而影响到了 所以你看爬很重要 提早让他会走 而不让他爬 反而可能害了孩子 真的啊 所以以前我们常在讲嘛 七座八卑到父亲 对不对 但是很多人想说 如果依照这个传统的时间表 往前真的就是天才 往后真的就是庸才吗 对不对 这个其实我们今天和我来聊一下 今天我们这三位 不晓得小孩子是天才 还是应该都是天才 不敢得罪 不能得罪 慢慢讲 不过我们这样子 从另外一个角度 零到三岁是一个成长发育很重要的时期 在这中间有没有你们认为自己的孩子 有没有比别人还提早学习了 提早会的 有没有 好来 瑞君先 我女儿非常的准 不要讲太多我们会嫉妒 她完全按照古人的那个做法 身间表就对了 七座八爬 九发芽 一岁观星象 对 真的 就是完全按照 他有这句话好 真的 他遇到古人 对 真的好厉害 然后而且九就是那种 我想说怎么还不发 不发不发 快要死了 反正就最后就 就 跑出来了 完全按照这个东西 对 怪孩子 她唯一就是 她的体重是非常超前的嘛 就我们之前有聊过 她六个月就十一公斤了 然后人家就以为是 以为说是为什么配方奶 结果也不是 就是喝母奶 就喝喝喝喝喝到那么大 然后可是我觉得 古人又说得很好 就说 不用怕 小孩 小孩要让她肥 伯伯才有那个 本钱的党 党党 对 那就果真 就我女儿现在就超苗条啊 腰身是腰身啊 然后身高也还不错 又发育到 腰身都出来了 太早了 现在几岁 现在三岁七个月 三岁 三岁七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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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担心吧 真的 我就这样抽高 然后每天十余也很好 你看她的腰身的时候 是跟钟晟玲站在一起吗 没有 怎么可以这样一体 没有哦 对 那第二胎呢 然后第二胎呢 我就觉得有点点烦恼了 就是她 也是一样 我觉得人家都说 第二胎进度会快一点点 我觉得那是求生的本能 就是像我们第一胎 因为比较胖 所以她翻身翻得比较晚 我觉得因为跟胖胖有关系 然后因为第二胎呢 因为老大老师会不小心冲撞她 就她躺在床上很容易 保护自己翻 对 我就觉得我们家老二 常常就会有一种欲望 就是 想要闪躲啊 就是要闪你知道吗 所以她这么翻身翻得比较早 一到七个月她就会做 可是我现在最大的困扰就是呢 他做了以后呢 因为他屁屁挪挪功太厉害了 对 然后呢 他就 然后我一直以为是因为还没八个月 所以他不爬 结果没有 他一到八个月他就站起来 对 他就是扶着那个床边 他就站 他就是直接没有爬 可是我很担心 因为大家都一直讲说 这个手的这个很重要 其实我觉得体重对小孩子 当然是正常就好 我不要刻意去追他 但如果刚好你家的孩子 是一个米其林宝宝 你是健康地喂他 喂母奶 然后正常地吃 他刚好体质是比较快 体重增加 你也不用很担心啊 但是在这个正常范围内 我想都不用影响 但是就是说 如果你今天宝宝比较胖 你该有几个 第一个你以后会很辛苦 第二个就是 有一些体重比较胖的孩子 他的皱褶比较多 所以常常会这边发 就是汗疹会好 对 而且会很臭 不过如果真的啦 我还是要强调 如果你今天你的孩子 过胖你也不要刻意帮他减肥 就是如果你是正常地喂他的话 他太瘦的妈妈你也不要担心 因为你想想看胖 也有一些其他的困难 那三岁真的会有腰身吗 真的 这个问题 应该不用那么正经的帮他思考 下次再来大家看看 妈妈爱面子的说法 刮字眼 好 给你 像我女儿是 我记得她大概快七个月的时候 就开始爬了 她那时候爬没有两个礼拜 有一天她就抓着那个书架 就抓着 她就这样子 就要起来 然后我在旁边看 其实我一直想我要不要去扶她 会怎么样 但我想说算了 我不要扶她 看她会怎么样 她就这样 她应该是在大号吧 她应该是在大号吧 站很快就在 然后这就很快会走的 哦 对 她就一切东西都好像变得比较快 那但是我觉得可能是跟 因为我跟我现在都是运动员 我们从小是运动员出生 所以运动细胞都很好 那她几岁开始 那个会讲一些什么字 就一岁多的时候 她就开始会讲话 讲话 不是只是喊爸爸妈妈 没有就是可能是candy bottle 这种有字句的东西 因为我记得她一岁一半的时候 我们那时候不办婚礼 那时候她已经讲得还不错 就是可以讲一段句子 印象还蛮深刻 可是我先生讲是因为 混血嘛 可能她语言能力发展比较快 因为她都在听很多 很多不同的语言 这都是我们的推测 我们也没有特别注意 所以我们也没有特别去问医生 那我们今天特别帮你问一下 比那个腰身的问题重要 这个重要 对 更可以问一下 我们终于脱离那个腰身了 好 所以 运动员嘛 父母爱运动 小孩真的她成长就会比较快吗 还有她那个混血儿 学语言是天分吗还是 就刚刚讲到那个 比较会快比较赞啊 比较快翻身 比较快赞 比较快走啊 当然跟遗传经营可能有关系 但是其实有一个 大家如果有生过两个孩子 你大概就知道 瘦的那个小孩 比较快翻身 比较快站 对不对 这很合理嘛 因为因为因为翻不过来 对对对 胖了她翻不过来嘛 然后是爬很累 然后站很穿 她一段时间也这样 对 对 她好像是 我们刚刚跑到她 运动比较快 所以应该那个丁宇的小孩 瘦瘦 运动比较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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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说这个 每个小孩都有她不同的命运 好 那至于语言方面 我反而是在门诊常常看到 反而是家里刻意双语的 那小孩反而语言发展是慢的 所以 对 这是可以理解的 因为那小孩子 接受到两种不同语言 所以当他要表达的时候 他有的时候还很错乱 他常常脑袋可能已经听懂一些了 可是他要讲的时候不容易 他就会生闷气 生闷气以后可能家长又给他一些压力 所以我反而发现 如果双语的家庭 那孩子真正能够完整的表达的时间会拖长 那如果像我们这种很自然 我们就是必须要学 因为我现在就是不会讲中文 他就必须要学 所以你现在都是讲英文 我现在就是 那你跟小孩讲什么 我就讲中文 然后是有一次 就是我们到公园区玩之后 然后就是 有些小朋友就说 我不要跟那个 讲奇怪话的那个女生玩 然后那时候我才发现 因为我刚开始的时候 我是觉得 我现在是跟我讲 我们就都先英文为主 让她比 她房内选比较好一点 然后等后面再慢慢改 可是我那次去公园区回来之后 我就每天跟她讲中文 因为我觉得 她知道她的社交的语言 她一定要会中文 不然的话 她没有办法跟小朋友玩在一起 她会很难过 所以听起来 你在一岁之前 你们主要主攻的都是英文 单一 英文跟台语 台语 我妈妈讲台语 太好痛 这也其实也不小对错 语言的刺激 比我们想象中复杂 大部分的专家都说 你小时候如果有多种语言 有接触就好 但是你不要去强迫她每一种都学会 让她自然的浸泡在里面 但是她一定会有一个主要的语言 所以有家长问我说 我的小孩 我先生是法国人 我是台湾人 那请问主要语言是什么 我从常会跟丁尼一样 我会问她你以后要住哪里 如果你要住台湾 她三四岁以后有同才的问题 那你就先以国语为主 如果你是要住别的法国 那你就是先以法文为主 不过我就要强调 就是因为现在台湾很多 爸妈妈都是台湾人 那因为就是很希望孩子 能够多学点英文 所以她就是 比如说规定 硬要算语 我们就讲英文 我讲中文 那叫做亚苗助长 其实没有帮忙 好 与妮 我们家孩子大部分都还蛮正 其实她有普遍都偏早的状况 但是呢特别是爬 就是比较早 像七座八爬 她一直七个月就会爬 可是我面临的问题就是 她七个月爬的时候 不是两个膝盖和两个手掌爬 因为她好动嘛 她很想要得到她的东西 她就会想尽办法 所以她刚开始用肚子像蛇一样 就是扭那样 华人 后来我就发现 她从七个月开始会爬 那到八个月 应该膝盖和手着地了吧 都没有 然后呢大概到九个月 十个月的时候 我婆婆就开始就说 怎么她连站都不会站 你说都应该扶着桌边会站啦 我就说可是她爬得很好啊 医生都说爬会很聪明啊 然后好 那到了一岁的时候 婆婆说什么 还不会站还不会走 然后我就觉得 她也没有什么 就是说好像痛啊什么 也没有这样很好啊 然后我婆婆就说 不行 你要带她去看医生 因为你老公呢 也是一岁不到就会走路 你大姑也是九个月就会走路 为什么你的小孩不会走路 然后我就觉得 好嘛 为了让老人家放心 我就带着我婆婆和小孩 一起去医院就是去看 然后医生就敲敲她的关节啊 或者是弄一弄 很好很正常啊 那医生当然鼓励说才一岁 不用那么早会走 多爬当然是很好的 那后来回来之后 我儿子就发发烧 发烧完之后 他就会就是手掌和膝盖一起爬了 他可能发烧觉得身体不舒服 在地上撸没有那个力气了 撑起来了 他就这样太费力 他就撑起来了 然后从那次发烧到 他就会这样爬 然后一直爬到一岁四个月 还在爬 还在爬 那他大概一岁三个月的时候 我把他带回南京 就我妈在带 我妈也觉得怎么都不会走路 我妈就会想说 她连扶着站都不愿意 她那个时候我妈就强迫她说 用一个软的四方形的小沙发 是软的嘛 就让她推着那个沙发走 她就觉得很轻松 可是她推两下她就不要 我妈就卡住她的那个腋下 都这样交嘛 我妈只要一弄她就哭 她就不要 她就硬是要爬 那后来她被勉强训练到 她可以扶着桌边 或者是推着那个沙发 她愿意这样摸着走 然后到一岁四个月 回来的时候 有一天我们在看电视 她就很习惯扶着茶几走路嘛 那天我们就看电视 就是把地上的垫子放在桌子上 就可能刚才有打扫 忘记放回来放在桌子上 她就扶着桌边走走走走 她就摸到那个垫子 就拿着那个垫子就离开桌子了 你知道 扶着那个垫子 她以为 她以为那还是桌子 她以为那是桌子 我们就走了 我们看到之后 我们也不敢讲话 我们也不怕吓到她 然后我们就两个就一直看 她走好长一端 原来其实她根本就是会走的 你们不在走 在睡觉她都在走 所以你们 你们也没有曾经想过说 奇怪了 为什么Peter他不站不走 为什么 不怕 一开始也不怕 我觉得他可能有 要不然就是他本来就是一个个性 就是比较 比较害羞 或者是 会有压力的小孩吗 还是从小我给他压力太大 你有一直给他期许吗 我没有让他一直要走路 可能在别的方面 就是一直教他讲话 或者是教他认颜色 或者教他背堂诗 所以他可能觉得 这些压力太大 我还不可能会被堂诗 起个月背堂诗 我小孩 六个月就会叫爸爸 八个月就会叫妈妈 而且他到八个月的时候 爸爸妈妈 他是知道你是爸爸 你是妈妈 他这样叫你 就会分了 他到一岁两个月的时候 因为我每天他在玩的时候 我就在放唐诗的CD给他听 就是无意识的灌树 所以到了一岁两个月的时候 你比如说床前明月 他就会说光 一是地上 他就会接霜 对他可以背大概十几手 哇 厉害 一岁两个月的时候 哇 很厉害 所以他可能觉得 他在那么多方面接受压力 那在走的这一部分 他再也不要接受压力了 我爱怎样 有可能 所以你现在回推 你也认为那是一种压力 好恐怖 所以他是一岁四个月才会走 这样会有点慢吗 其实不会 不会啊 对 大家如果家里有小孩 爬得很厉害 只要一岁四个月才会走 还没了 你可能一岁三个月 你真的每天很紧张 就不要紧张了 如果他爬得很好的话 其实他的肌肉关节 就是有力气的 他只是可能是害怕失败啊 或者是他就是探索个性级 我用走的要去那边很慢啊 我用爬得很快啊 所以他不愿意去走 反过来就是有些家长 就是在网络上看到 就是刚才有提到 说爬行对脑力有帮助 那小孩要走 赶快扫长腿 就知道要扫长腿 就像我们现在就很担心 就让他已经被站了 无垠脚爬 过犹不及 其实 之前看一个妈妈很好笑 她说 她就在讨论区说怎么办 我的小朋友有磨牙 她说因为她的小孩 一出生就有牙齿 然后她妈妈说 那个叫做磨牙 真的是磨牙 然后她就说 那个是什么不好的牙齿 她就紧张得要死 有一天她胃东西说 发现她不见了 她吓死了 因为她不知道 她是吞下去还是什么的 反正就不见了 结果后来医生就说 因为暂时没有症状 血液不是掉到气管 有可能就是怎么样 反正也只能等 对 后来也 那颗牙就不知道去哪里了 任爸太过分 Selena获大控诉了 任爸 任爸 你不要再开门跳了 如果你小时候 逼孩子的话 糟糕 她大学就不会想吃 亲爱的不要逼她吃 麦克风可以给我 那个大声工 可以给我一下下马 你手快点 你手快点 他就叫我一定 才会都要开 您现在收看的是 超级电视台 请你跟我这样过 就是有些家长 就是在网上看到 就是刚刚有提到 说爬行对脑力有帮助 看小孩要走 赶快扫长腿 就跟她扫长腿 像我们现在就很担心 就让她已经被站了 乌鷹脚爬 过犹不及 其实爬跟走的时间 那个小孩自己会决定 的确有小孩 就直接跳过爬的阶段 直接就走咯 也是有碰 可是这会不会真的影响到 他什么所谓的脑力 其实我认为重点是在 那个活动量 跟那个探索的过程 对脑部有帮助 不是爬这个事情 那个本身 对 爬这个事情 因为他如果爬得快 他其实探索 或是运动量就很大 当然对我们脑部的发育是很好 可是如果他很早就走得很好 他也是跑得很快 他也是探索 他对脑部一样好 那所谓他们说比较传统的 七坐八爬这种形式 对照到现代的小孩 还是可以适用吗 其实还是可以适用 大家如果去翻 或者是说 我们的宝宝手是没有 但是网络上有 比如说我们有一个叫 丹佛量表 比如说我们儿科常用 叫丹佛量表 他每一个动作 他都会有一个 一个长条的一个时间 也就是说 百分之九十的孩子 会在这一段时间内 达到 比如说会爬 那你现在会爬说七坐八爬 可是其实有些人六个月就会爬 那有些人可能要 那走也是一样 有些人很早就会走 有些人可能要到一岁半才会走 那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范围 所以你的孩子只要落在那范围内 我想都是正常的 都OK的 那如果以做来讲的话 你们医生在看 大概是几到几个月大事都是合理的 做的话大概六个月到十一个月都是合理的 十一个月很慢的 你现在你孩子如果十月还坐不稳 你会很紧张 我儿子很早就会坐 你知道吗 多早 他很早 因为那时候只有我跟我老公两个人带小孩 所以我们有时常常 连安静的吃个早餐的时间都没有 就变成说我们起来 他也醒就在那哭 后来我们发现一个方法 就是他大概两个多月的时候 那就是我们两个枕头 我们都用那种记忆枕 就比较硬 比较结实 他就坐在两个枕头的中间 我们用枕头把它夹起来 他就扣在床头 因为他以前都这样躺着 你现在让他这样坐着 他觉得视野很好 他坐着也可以看到爸爸妈妈在吃早餐 他比较安心 我们后来发现 这个方法很好 两个月 每天早上吃早餐 都把他夹在里面 后来我们他一百 我们有个习俗就一百天要去照相 所以就三个多月 我们三个多月带他去照相的时候 他就坐在椅子上坐好好的 然后摄影师都说天哪 他不是才晒 就没有枕头 就是像这样子的 就只有套配这样 好厉害 他就这样坐 到时候可以把照片传来 他就很好 然后我妈看到照片说 哇 这像八个月的小孩 他就好好的这样坐 所以像他这种方法 好吗 要不要助长吗 我觉得这样当然是很OK 可是如果一天 一整天就给他做这种训练 其实是不好的 因为他躺的时候 他可以踢踢踢踢踢啊 他可以挥挥挥挥啊 他做的时候 他脚就只能夹在里面 然后就不尊佛一样 早餐没有吃三个小时啊 早餐他滑下来之后 我们就不吃了 通常他们也吃饭的时间 为了好玩 这样我觉得是OK 但是千万不要说 把他当作一个训练 那就不好 那倒是 好 素卿 有没有这种成长提早 比较特殊一些案例 我之前看一个妈妈很好 她说 她就在讨论区说怎么办 我的小朋友有磨牙 你们想说这是关键事故 不是 磨 不是在磨牙的磨牙 它是有魔鬼的磨牙 那其他妈妈就问她说 你是讲磨牙的磨牙 她说不是 是磨牙 然后她说这是什么 她说因为她的小孩 一出生就有牙齿 然后她妈妈说 那个叫做磨牙 真的是磨牙 然后她就说 那个是什么不好的牙齿 她就紧张得要死 后来她就带去给医生看 医生就说有些 很少很少会有这样子 生出来就有 那只要注意一下就好 结果她就没管 她就没有注意你知道 就那种刚出生就有的牙 好像没有很牢靠 有一天她要喂东西的时候 我发现她不见了 她吓死了 因为她不知道 她是吞下去还是怎么样 反正就不见了 结果后来医生就说 因为暂时没有症状 不是掉到气管 有可能就是怎么样 反正也只能等 后来那颗牙就不知道去哪里了 所以她真的是个磨牙吗 没有 真的会有这种状况 就一出生就有牙齿的 对 那个就是她讲的 我们俗称叫胎生齿 或叫磨牙齿 磨牙 它那个其实不是真正的牙齿 大部分我们以前都说都拔掉了 因为如果拔掉的话 免得有一天不见 你说 很好过 降到或什么的 那个孩子应该是吞下去了 吞下去就 可能哪一天在尿部又会发现 就发现 但是 后来有些人觉得说 这样子 有时候虽然她不牢靠 可是她里面可能 还是会流血 一拔出血 痛 然后感染什么的 所以原则上 他们就是现在 比较温和的建议 就是 除非这个磨牙 或这个胎生齿 造成你们的困扰 比如她喂母奶 一咬妈妈 真的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就拔掉 或者她已经在那边晃晃晃 你很害怕 就把她拔掉 但如果说妈妈觉得 没有啊 她吸奶的姿势 其实不会让我很不舒服 孩子也都还好 那就再等等 以后再说 可是我有一个问题啊 就是我儿子 他从小在生长表 就是九十一百 就是非常好 然后他现在上小学 他的食量也很大 可是他不长胖 他长很高 他现在才小二 八岁多一点 小二就已经 一百四十四公分 哇 那很高 因为她是二年级最高的小孩 好高哦 所以大家都觉得很好 都说长得高好 可是我现在就有一个疑问 就是我小时候 也有这样的状况 所以我小六毕业的时候 是一百六十三点五 然后大家都说很高 你长大会当妈妈 然后结果整个国中以后 也只长了一点五 现在才一百六十六 动不动了 前面冲太快了 所以你担心Peter到三十岁 只有一百五 我现在就有点这样的担心啊 我们小孩子长 我一个人长 最快速的就两个棋 一个是婴儿棋 一个是青春棋 那中间就开始水平了 所以那段时间 这段时间慢慢酝酿的时候 你也只能 让他多晒晒太阳 多运动 帮他打好底子 然后下一波青春棋的时候 再让他去飙高 我想你现在去担心 也没有用了 其实不见得会 如你想象的发生 因为如果他是一个 自然而然的成长的话 那就是他的那个嘛 对 除非你是刻意 除了早上夹枕头 现在还给他掉高 拉档杠 还是其实你有这么做 刚才一三五跑步 二四六篮球 礼拜天游泳 然后没错说还要抢摊 对 这个很平衡 我好像是倒吊 好 所以呢 我们对这种小孩子 有没有提早或是延后 大家都会担心 所以你是不是一个 会帮到忙的家长吗 我们下来一个 现代父母大会考 好不好 好 因为我们小孩子一生出来 就让他这样子 然后有一次我跟我 我现在去吃了饭回来 我就看我女儿变成这样 然后她的脸就一样 而且为什么她包成这样 哎呦 你都不知道 因为年轻人都不知道 就是要这样 都会害怕 他要这样 他没害怕到 要再睡觉会好 然后她说好 比如她走 我们立刻把它解开 那你们那个没包 晚上睡觉 她会会自己下醒 可是老二我也没包她 她就从来没有下 对啊 她在看个性 对 她就不会下 你觉得更可怕 对 好 从性感写真 尺度大爆表啦 警察抓小哥的主持人 哇塞 好似的 这张脸 我都这样 好似的 这有意境的 有意境的 就是 贼被递了 不爽 不爽 她跟女朋友很小气 好 好 这 很少能看到狗 可以摆出这么萌的姿态 您现在收看的是超级电视台 请你跟我这样过 所以你是不是一个会帮到忙的家长吗 我们下来一个现代父母大会考 好不好 好 来 这边有五个选项 大家一起来选择 好 看看你符合几样 准备好你的圈插牌 好 第一个 你来看看 宝宝不会做长牙慢 是因为缺乏钙质导致的吗 是不是钙质 来 圈插请选择 前面全部插 后面 有圈有插 对不对 好 再来第二个 第二题 乳牙住了没关系 横齿长出来再好好刷牙就可以了 对人是错呢 请选择 好 前面全部插 后面只有一位圈 小牙妈 三 好 第三题 孩子爬得多或少 不会影响到日后的走路能力吗 爬得多或少 不影响走路能力 圈插 请选择 前面电影圈 其他插 后面圈插各半 再来第四个 好 学步车 螃蟹车 能够帮助孩子走得更好吗 不然怎么叫学步车呢 请选择 好 电影想不出来 搞快 最后三秒选一下 学步车 螃蟹车 坐在里面滑行帮忙走路 有没有 父母亲方便吧 这是方便 所以你认为 坐在那边不用管他 所以不会让他走得更好 不愿我 不会 好 只有一位圈 再来第五个 好 第五题 垫脚尖走路是学步儿的必经过程吗 是不是 请选择 全部圈 没有差 好 五题 我们现在全部问完了 这个有圈跟差 大家自己稍微记一下选过几个圈 所以选圈跟差 所以如果是圈达到三题以上 一到二题跟零题 它的定义解释不一样 对不对 好 我们先来看一下三题以上是 三题以上是 爸妈帮到忙 三个以上的圈 圈 对 我觉得还好 表示你的观念 就有点怪怪的 有人有吗 就太正确 有吗 牙吗 有 Q妈 Q妈你三个孩子 你孩子还好吗 三题以上 他都三个了 三个 长大以后才来我们节目的 好 好 好 那来不及了 所以后来是解决问题的 来 一到二题 答圈的是 代表着 请继续学习 所以上课 对 上课 还上课 好 来 那至于呢 全部 就是科学育儿法 这应该是最完美的 可以这么说是不是 Q老师 第一个 宝宝不会做长牙慢 其实很多 长牙齿 尤其是个体差异 这个影响很大 所以长牙速度 每个人发芽的 时间点差很多 那个跟它的钙质 到底有没有 是完全没有关系 第二个 乳牙蛀掉没关系 横齿长出来再好 这是大错特错 因为乳牙其实是 帮横齿去卡位置 卡在一个好的位置 之后横齿长出来 它能长得好 你如果乳牙就已经蛀掉 表示你的刷牙的一个 的一个习惯没有培养好 那个对后面 横齿长出来 绝对会有影响 第三个 孩子爬了多少 不影响日后的走路能力 现在的统计 现在研究显示 如果你真的爬的比较少 你之后的走路 不管是在步态 学跑 协调平衡那个部分 会有一些影响 第四个 学步车螃蟹车能帮孩子 走得更好 这个真的是 我们节目讲过很多次了 现在真的不太建议 让孩子坐在学步车螃蟹车里面 因为这两个东西 通常都是用来 压苗助长的工具 最后一个 垫脚尖走路 绝对不是 学步儿的必经过程 那为什么 通常现在小孩子 比较多会垫脚尖是因为 有时候通常都是放在学步车里面 放久 变成这样的习惯 太早放进去 他可能还在学走 学坐 学爬的时候 你就把它放到学步车里面 他的腿基本上还是短短的 那他碰不到地面 对不对 那为了要移动 他怎么按 就必须要垫脚尖起来 所以这个通常都是因为 后天环境不良 所导致孩子出现的问题 把这五道题目呢 稍微大致分了几个方向 归类一下 第一个类别呢 我们先来聊一下 是太早翻身 这方面 我们来看 如果是个孩子 如果翻身太早 或是坐太早 甚至太晚的话 是要小心一些什么呢 现在请教一下黄医师 我们大家要知道 刚刚提到翻身 其实这个速度 你看这么多妈妈分享 就知道有快有慢 所以我倒是提醒大家 像我们在医院 都会跟妈妈讲 当你在放小孩在床上的时候 记得放 跟床是垂直的 因为你永远不知道哪一天 它就翻过来 所以很多妈妈习惯 因为我们大人都觉得 放孩子就跟大人躺一样 床是很久就放横的 结果她刚好天赋异禀 很早就翻身 啪啦就掉下来 就掉了 掉了 你根本不知道哪一天会掉 但如果说你们家孩子 是放在婴儿床里面 就是栏杆记得 从小 她就算是小baby 什么都不会 你就把她习惯拉起来 这样有一天她会翻的时候 就不会有这种意外发生 所以太早翻身 对你而言 只要是她自然的行为 没有什么太早的问题 对 比较不会有 那如果太晚呢 太晚的话我想有很多的因素 第一个就是基因的关系 它本来就是比较晚 那稍微晚一点 在正常方面都没关 不过有一些是人为的 比如说 她这个从小就被包吊吊 跟老人家很喜欢把 又包在一起的 要不然就穿很多层 都动不了 我都不想翻 害她要翻 你们不包打 我都不包 是假的 我从出生就一箭 因为是夏天是不是 不是 会有一个包布 要啊 然后手都包在里面 没有 我们都没有 我连手套都不戴 我之前我的保姆 我第一任保姆 她就是这样子 因为我们小孩子 一生生出来就让她这样子 然后有一次 我跟我先去吃饭 伴回来 我就看我女儿变成这样子 然后她的脸就用 好没丢我那个脸 然后我就说 那怎么会 我不懂嘛 就怕说 讲话有点 为什么她包成这样 哎呦 你们都不知道 那年轻人都不懂 就是要这样 对 她要这样 她要这样 怕到 再睡觉就好了 然后她说 好 比如她走 说我们你可以把它解开 好 对 我看我女儿很不舒服 她很不开心 那你们那个没包 晚上睡觉 她会自己下醒 或是 因为她常睡 我觉得每个小孩不一样 我们家老大 她就有一点点 可是老二我也没包她 她就从来没有下 对啊 她是看个性 对 她就不会下 因为姐姐更可怕 因为姐姐睡了 姐姐又要跑过来了 我要跑会被剩了 对 所以这是个性的问题 我还要澄清 不是说包这个不好 的确有些孩子 他包得比较安全感 可是有些人 包孩子是为了方便 他根本不是为了孩子 有没有安全感 他觉得包得很方便 放人放人就还 包得就走 对 或者是做自己的事情 就是小孩不会有 他就是 我觉得那个习惯成自然 你超过一个时间点 你还三个月 你还整天把小孩抱着 其实她对她肢体的发展 都不是很好 那就会延后 你的孩子翻身等等的动作 那如果你的孩子没有 整天都是很自由自在的 然后呢 她也这个 这个 这个你都放在床上 也都很安全 可是 她到了四个月 五个月 六个月都还不会翻身 我觉得就要小心一点 你还给医生看 那个就太晚了 对 我们会看一下 你的营养状况 你是不是营养不良 嗯 但没有力气 还是你真的基因有问题 对 我发展有痴缓 或是你有脑心麻痹 这都是我们 如果超过六个月七个月 还不会翻身 真的要给医生查一下 好 所以如果一旦我们发现 自己的小孩 怎么到那个月份 还不会翻还不会翻 很多爸妈会赶快出手 就帮忙他了 帮助他翻身 嗯 你们有这样帮忙 翻身的经验吗 我觉得很快 我觉得小孩子 有时候是要学习的 像他一开始一定是上半身嘛 对 就想办法一直要过去 对 然后我就想说 他可能不太知道 脚要过去来干嘛 你就这样子 就大概这样 推一下他的大腿 好 然后他大腿过去 他就有点滚过去了 对 很快喔 就一两天 他就自己知道说 我跨过去了 我再用力一下 他就过去了 薄君吗 是 我是训练薄君坐 因为他那时候会翻身之后 我也是就跟妈妈一样 会担心他滚下床 我就买了这个帮包椅 就是让他坐在那边 我看得到他 他上面是写说 可以减轻他的那个 背脊的负担 可是也有人说不好 但是我就觉得 他坐在里面 我会很安心 他坐在几个月的时候 他四个多月就会翻 就翻身之后 我就让他坐 因为我觉得 你给他坐不一定不好 那看小孩的个性 像我儿子是非常好 我动了 整天动不停 动了我头大 那我要做事的时候 我就把他放在里面坐一下 那他其实等我事情 做完十分钟 我就可以把他抱出来 再给他玩 只是为了他的安全 我让他坐一下 那我儿子坐这个椅子的时候 大概六个月的时候 他坐个五分钟 他不想坐 他就自己 有一次就自己 人就扑出来 对啊 所以我就觉得 就是完全取决于家长 是怎么用这个椅子 因为我觉得要不就是 比如说有一种餐椅 就是可以推来推去的 可是我觉得他的优点 是因为他小 就比如说 又轻 比如说我们要洗澡 那你知道小孩子 没有看到我们 有时候会抓狂 对 那他就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你就直接抓着 你就把它放在 浴室 浴室门口 或者是就放在浴室旁边 安全感 你把它放一下 他看得到你 他就心情好 他就可以做他自己的事情 我觉得这个是很方便 因为有时候你推着那个椅子 浴室太小 那个东西基本上 不会有人伤人会卖一个 真的会伤害小孩的东西 端看大人怎么用它 所以你刚刚讲到两个重点 一个是 我发现我的椅子很奇怪 他从六个月就开始长牙 我就发现是我给他吃了 鲍鱼粥 我都用台股当时 六个月吃鲍鱼粥 而且他就是吃 只要就是连续吃个好几天 他就可以一次长好多牙 他曾经一次长到四颗 然后没有吃的时候就停了 是这样吗 然后再吃咧 我马上又 就是该长就又长出来了 是这样吗 我就觉得好神奇哦 就是这件 门禁太严格 青少年火大了 出去可能三个小时 然后妈妈就等下来问说 你应该要回家了吧 都三点了你还不回家 然后就有一次他七点出门 半夜三... 不知道几点 不然半夜很晚才回来 她是大人你是小孩 可是她是妇女啊 她也很危险 您现在收看的是 超级电视台 请你跟我这样过 所以你刚刚讲到两个重点 一个是你怎么用 她的做的时间 还有她几岁开始用 几个月开始用 那个方便基本上 如果像刚刚说的 只是为了要洗个澡方便 让她坐在你们一下下 超过十分钟 那OK 但是如果你是还不会坐三四个月软趴趴 坐在里面超过二十分钟 半个小时 一个小时 那样子对孩子的脊椎真的会有一些伤害 对 那我这边要提醒各位爸爸 如果要教导孩子做翻身 这个部分的话 我觉得第一个是说 你们的场地选择很重要 我们最常会听到小孩子 爸爸妈妈跟我们说 他还不会翻 那我们再细问 那通常孩子都放在哪边 床上 我们的床 基本上现在人睡的床 可能都会有一些 比如说独立筒 通常都是偏软 你想想看 我一个宝贝被塞在一个软软蓬蓬 上面还要铺棉被 放在一个会凹进去的一个洞里面 他能够翻身吗 还蛮厉害的 其实还蛮难的 就跟你穿得胖胖的 没有办法动是一样的意思 而且很危险 而且很危险 他如果稍微头一转 就会窒息了 所以如果像刚刚说的 如果我们单纯只是洗个碗 五分钟十分钟 与其把它放床上 我还不如建议各位家长 你们就把地板铺上软垫 就让它在地板上 它再怎么滚 第一个它不可能再摔到楼下去 它顶多可能就是撞到柜子 对 顶多撞到柜子等等的 就不会说从床上摔下来 种一个包 然后外伤等等这么危险 那假使如果真的要放在床上的话 请记得一定要加一个围栏 安全很重要 第二个 翻身最好要有一个东西吸引他 因为要鼓励他 主动地去做出翻身这个动作 你一直被动地帮他翻个十几二十次 基本上孩子学不会 但是如果你拿出来一个 譬如说妈咪在前面 爸爸来之类的 或是他喜欢玩具 他能够主动做出来那个动作 对于孩子的动作学习来说很重要 还有第三个 刚才那个瑞俊有讲到一个重点 通常孩子翻身手会想要过去抓 但是卡住的是哪边 屁股 屁股 所以我们通常在教导孩子翻身的时候 两个重要关节 一个是肩膀 他手要带过去 第二个是宽部 就是屁股那边的位置 所以你要带孩子翻身 这两个关节掌握了之后 孩子学翻身这个动作就会很快 然后最后一个 孩子通常在学翻身到坐的时候 第一个他会双手先撑着坐 第二个阶段他力气好了 他可能伸手会一直要去摸摸妈妈 去拿一下玩具 接下来他的背挺直能力越来越好 他才能够挺起来双手放开 所以这是一个渐进式的一个动作的进展 所以如果孩子是还不会做的 你不会希望他一下子马上就会跳到独立做 做Bumble 这是不可能的 所以这个训练的动作发展 这个爸爸妈妈要有概念 最后这个我真的想要特别强调 最近我接到还蛮多那种七八个月 八个九个月来找我 就是咨询的部分 很多孩子倒下来之后 他就直接蹦就下去了 他没有任何会撑的那个反应 为什么 因为现在很多孩子 因为大人保护太好了 他只要稍微重心是去平衡的时候 阿公阿妈爸爸妈妈 五六只 全家都往前 保护 把他拉回来 所以改天他真的要自己做的时候 一旦是 我没有手了 没有手的时候 他就会直接是这样子倒下 他的手就没有学到说 我应该要伸出来去保护自己 这个自我的保护能力 对于他之后 不管是学走学跑 非常重要 再来聊第二个部分 讲到牙齿 牙齿的部分 要请教一下黄医师 如果太早或太晚长牙齿 到底影响因素是什么 或是我们要小心什么呢 很多人的逻辑是说 盖不够 刚刚有讲了 谁会补盖啊 是这样他牙齿才会长 再次强调 牙齿都已经长好 底下等而已 你现在在补盖也没有用了 就是对你的肾脏有负担而已 所以不需要了 那有些人是想说 那要不要找这个牙齿医师 先把它探探头啊 把它堵外来什么东西 真的真的 好想拿到你的肾脏 不能够罢开啊 就是说你就把全对牙齿要在那边看看 好像又快长又长不出来 赶快去把它弄一个头什么的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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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一个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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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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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就这些都是这些都是很多妈妈会跟我讲 但是其实都不要麻烦了 然后就等就好 但如果說你的孩子 到了譬如說一歲半 還是半顆都沒有 或者是發出來是正中央一顆這樣子 通常不會只有這件事情 你就會看到他其實其他的發展 可能會有異常 有一些基因異常的孩子 他的牙齒會長得哩哩啦啦 亂七八糟的啦 所以但是那不會只有 你們家的孩子如果什麼都很正常 只有牙齒這樣冷氣 那就不會有問題 如果人家就是問題一堆 就已經發展也吃虧了 人也長就是 整身才顯得瘦 然後心臟也有一些問題 然後牙齒就只有一顆 那的確你孩子可能牙齒有問題 但是相較於身體其他的器官 牙齒算小事 小問題 可是我兒子啊 他長牙很早 他四個月就開始長兩顆牙 可是現在他已經小二 快九歲了嘛 他才換了六顆牙 普通的小孩大概有二十幾顆牙 二十四到二十六 對不對 可是我兒子只長了十九顆出來 然後現在十九顆裡面 他也只換了六顆 都已經快九歲了 我才換六顆 其他的牙就是完全沒有動筋 你都很乖這樣在那 所以這個狀況需要擔心嗎 對 其實都是耐心的等候 那很緊張的家長 如果去找兒童牙齒 他會給你照一張X光 他就給你看 你看你的孩子排排站 你的牙齒排排站都在這兒 只是還沒出來 讓你心安一點 但是倒是有 有一些比較大的狀況是 有些媽媽 我碰過有一個是鯊魚齒的 就是牙齒 橫齒從後面就冒出來 我兒子還沒掉 我兒子都是這樣 烏鴨還沒掉 就跑出來 他沒有一顆牙是自己掉的 都是後面先長出來 那沒辦法 只好先把舊的給拔掉 然後後來就發現 他現在牙齒非常的不齊 是因為他的乳牙還沒掉 就長出來 長出來他不在正確的位置上 所以就比較後面了 那就沒有辦法對不對 那就是你跟牙醫師開始交往的時間了 你就會常常去看牙齒 沒有辦法去長出來才知道 所以你之後可能全部長齊 或是需要矯正 請問一下這是天生的 還是說因為如此過得太好了 這是現天的 因為我發現我的女兒 她的這兩側牙齒 是比較有點像鯊魚一樣的 不是 是形的 就是尖的 就很像細節櫃 那種細節 然後兩邊都是這樣 這是OK的嗎 那是乳牙還是 都是當然 都乳牙嗎 對 反正所有的乳牙都還說不準 對啊 就是乳牙只要健康就好了 至於形狀啊 排列啊 你知道乳牙有時候長得很散 中間空氣很大 然後想說要不要給牠填細啊 什麼樣子 然後這樣子變大爆牙 不是不太好 其實長得散好處很多 第一個你好刷牙 然後不容易蛀牙 第二個是長得散 它是橫屎有空間長 好 Q嗎 我發現我真的很奇怪 它從六個月就開始長牙 我就發現是我給牠吃了鮑魚粥 鮑魚粥啊 我用排骨當場 六個月吃鮑魚粥啊 對 怎麼吞進去啊 因為四個月就開始吃副食品 那所以就 六個月就開始熬排骨湯底 然後熬鮑魚粥給牠吃 而且牠就是吃 只要就是連續吃個好幾天 牠就可以一次長好多牙 牠曾經一次長到四顆 然後沒有吃的時候就停了 是這樣嗎 然後再吃咧 馬上又就是該長的又長出來了 是這樣嗎 所以我覺得好神奇喔 就是直接 到底神奇爆一招藏著什麼爆笑秘密 別轉台 廣告過後 更多育兒小撇撇要告訴你喔 請你跟我講過 牠就是吃 只要就是連續吃個好幾天 牠就可以一次長好多牙 牠曾經一次長到四顆 然後沒有吃的時候就停了 是這樣嗎 然後再吃咧 馬上又 就是該長的又長出來了 是這樣嗎 所以我覺得好神奇喔 就是這些美妙的聯想 都是你遇人的樂趣 好感染喔 美妙的聯想 就是目前大家講的最重要的幾個 第一個就是清潔 牙線很重要 所以從小我們在幫牠清潔牙齒的時候 你就試著開始用牙線 自己熟能生巧 能不能說我不會用 不會用 你用久了你就會了 其實並沒有那麼難 就是一條線而已嘛 那再來就是那個 佛錠是給 還沒有長出來的牙齒 屠佛是給 已經長出來的牙齒 所以對象是不同的 那長出來吃佛錠 沒什麼用 沒有用 他就已經長好了 吃佛錠也沒有用 所以佛錠等於是 這個裡面的鋼骨 那如果牠現在是乳牙 還沒換牙 吃佛錠 會不會對於牠將來的橫牙有幫助 就是為了橫牙 就橫牙 他的乳牙都已經排排站在裡面了 所以你如果在小的時候 乳牙的時候 你吃佛錠是為了橫齒 所以它是裡面的鷹架 那至於屠佛 就是那個外牆鼓刷而已 所以其實我們比較擔心的是 很多家長又屠佛 又用含佛的牙膏 然後又給大家 每天含漱口水裡面有佛 然後又 太佛了 佛心來的 佛心來的 那不是 小心佛中毒的話 其實它的 或者是佛過量的話 其實它的牙齒 反而會長得斑斑薄薄 更難看 所以這是要非常小心 而且要補充一點 其實半年一次 我覺得這是有考量的 因為 再怎麼樣我們刷得再乾淨 有牙線用得再努力 其實有一些小地方 一定是牙醫師看得到 我們看不到 所以半年一次 不管你有沒有屠佛 我覺得養成孩子良好的 口腔衛生 還有定期的讓牙醫師 跟他建立關係 然後追蹤後續的一些牙齒發展 不管是乳牙橫齒 我覺得這個才是最重要的部分 再來第三個部分呢 就是跟這個太早站 太早走 這方面有關 對不對 所以像瑞君剛年有講到 說你的孩子 他在這個爬啦 走啦 這方面你會擔心嗎 對 他就因為他不爬 他到現在就是不爬 可是已經站起來了 而且已經開始會 扶著沙發移動了 我就覺得他大概不想爬了 然後因為他屁屁濃濃公 太厲害 速度也非常快 我就想那個畫面 一個是蛇爬 然後一個是屁股硬 下次把貓爬行大賽 你們一起參加 對 他就可以達到他的目的 然後我就真的很擔心 就是都不爬很麻煩 而且因為我覺得 因為他好像太早開始站起來 因為好像感覺 還沒到那個時候 那因為我第二胎 我就採取比較自然 不像我第一胎 就是整個家裡 全部鋪那個軟墊 然後後來因為就是鋪了軟墊 又有人講說 雖然我們已經買所謂的無毒的 又怕說他還是有塑膠那什麼 所以我這一次就選擇 就是只是買一小塊 就是比較薄的墊子 那我的邏輯很簡單 就是如果你可以移得出這個墊子 代表你的能力變更好了 那就讓你摔一摔好了 結果果然 就是還沒有學得爬就急著站 前兩天就突然間 然後就椅子在前面 所以頭就先撞到了 然後才趴在地上 可是我看到他也還好 抱起來他就哭兩下 他就這邊瘀青 你會不會擔心他太早站起來 跳過那個爬 站起來會不會O型腿 對我比較擔心的就是這個部分 因為我自己有一點點O型腿 就是沒有很密 我的小孩是女生 我就會特別擔心說 你那麼早站起來 會不會骨骼都還沒有好 對 那到時候腿不直怎麼辦 怎麼辦 來徐老師 現在很多孩子是被限制不准爬 可能他要爬的時候 我真的還蠻常看到 就是會買那個嬰兒床 把它關在裡面遊戲床 再不然就是買那個柵欄 把它圍在客廳一個小空間裡面 那那樣子的孩子 因為他沒有空間爬 而且他隨處爬兩下 就有東西浮了耶 所以現在的孩子 爬不夠站起來 通常都是因為這個原因很多 這樣子的確有可能會讓孩子之後 因為他的腳下肢的一個關節肌肉 還不足以讓他支撐走跟站這個部分 所以你太早讓他站起來 的確他日後發生O型腿 扁平租 這個機率真的相對有比較高 真的有可能對不對 那如果真的小孩爬或走的問題 還得要注意些什麼 不要把小孩還關在家裡 大家出去外面郊外走 你家可能很小 可是外面公園很大 不要怕 那很多人到了公園草地 又不敢讓小孩下去 又推著車又什麼 其實那個很寬廣的空間 才是他探索他肌肉的力量的一個地方 所以就讓你的孩子放心的 在草地上 或者是一些比較乾淨的 寬闊的公園 就讓他去弄得髒細細沒關係 回來你再幫他處理 好 那肅清有沒有那種 父母訓練寶寶寶的方法 好像錯誤了還是怎麼樣 就影響寶寶的健康 他那個人他就想說 家裡反正有輪子都可以推 反正還沒買什麼學部 臭房健身 你知道家裡有一種 那種椅子是有輪子的嗎 就是那種像是爸爸媽媽 可是那個其實沒有很穩 可是因為他每次用那個小 逗小孩子這樣推著玩 所以有一天 小孩子就覺得那個東西 是可以這樣推著玩 結果沒想到那個東西不穩 他一推結果就翻過來 那小朋友就那次真的差 那非常非常嚴重 就是差點沒救回來 因為整個就被壓在下面 對 所以你不要覺得說 他習慣就覺得那個東西 是這樣使用的 結果其實他沒有辦法處理 結果就會出事 所以即使你不買學部車 螃蟹車 你可能要想說怎麼樣 讓他比較安全的去學 好 所以最後是不是請許老師 提醒一下 從這個爬行到步行 父母親到底應該做些什麼 可以讓寶寶能夠更健康的成長 其實動作發展沒有什麼其他的 就是你要提供一個安全的環境 雖然說家裡很小 但是我覺得家具可以稍微靠旁邊 然後插頭那些比較是保護的措施 現在爸爸媽媽都很有概念 那樣子的空間提供了孩子 動作發展相對就會比較好 那但是在學爬的時候 基本上還是需要有一個空間啦 所以如果家裡沒有辦法 像公園草地這個部分 空間這個部分還是要 那另外一個在學站的時候呢 剛才有提到 如果你是要訓練他站起來的 你要給他一個東西扶著 這個時候就不適合家具全部靠旁邊 全部東西都沒有讓他 他就只能爬 他站不起來 所以如果要讓學站有東西扶的會更好 所以你家的沙發 茶几都是可以拿來訓練的 另外一個他站起來之後開始讓他練習 可以扶著家具走 這些都是發展起來 動作發展的一些大概的概念 所以呢 這邊還是最重要的是 父母在孩子成長過程當中呢 千萬要秉除掉比較的心態 對 不要看到人家喜歡怎麼樣 我們的小孩一定要怎麼樣 每個人真的不太一樣 孩子有什麼時間表嘛 對不對 那希望大家的寶寶都能夠健康快樂的成長 謝謝你們 謝謝